Bosco黄宗泽出席为儿童筹款的慈善活动 他自曝早前受命去探访孤儿院 结果被一般小朋友玩死 他又表示希望将来可以像苗秋伟一样有一姿一女 但暂时就没有计划 因为另一半都没有找到 还不如学郑佳颖一样多赚一点钱 真的很多媒体朋友都比我更紧张 他们比我妈更紧张 我觉得我妈都比较吹我 去什么生小孩啊 找女朋友啊 反而是媒体朋友 什么时候找了女朋友 什么时候生小孩 我觉得媒体朋友 谢谢你们关系 但现在真的没有这计划 被问到以后如果找到女朋友 会否效仿好兄弟陈豪一样 选择让另一半未婚前怀孕 黄宗泽表示 现在社会普遍接受 因此自己也不抗拒 我觉得现在社会都挺接受这个事情 就是说有了小孩才结婚 我觉得没所谓吧 真的要看缘分 最后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 也就发展示娱乐报卖 您好吗 我也有小孩才结婚 谢谢大家 您好吗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